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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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周俊森 一開始會有點緊張 但是講了幾張投影片之後會比較好 一開始這前半段的投影片 是我到黃佳佑學院的第一個簡報 然後那時候簡報完之後 我很台灣特質的沒自信跟主任說 我很抱歉 我的英文真的很不好 然後主任給我一句話說 沒關係 你的圖會說話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很專注在圖上面 我的英文不太進步 因為我在英國的時候 講英文會有台灣腔 可是在台灣講中文會有台中腔 所以 基本上我來自台中楓原 一個很鄉下 也不算鄉下 是半工業半農業的地帶 我覺得他非常的醜陋 所以我試著去改造他 然後這一點 看到這個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不是說他 對啦 他很醜 但是我很感動 因為我家也是開工廠的 我爸媽非常的保守 可是我爸還願意讓我這樣子亂搞 因為搞別人家是違法的 所以我搞我自己家 所以我從小就喜歡畫畫 然後甚至於我自己的房間我也畫 然後到了英國 既然不畫畫我會去裝飾它 因為我這個人很容易感覺到空虛 我覺得空虛時就會想辦法 把我自己的房間弄得很熱鬧 所以 剛到英國的時候那一年 我覺得超longly的 就是 怎麼一個人 所以我畫一個人陪我睡以外 我還適合想像說 睡在自己畫的圖上面的感覺 結果那個結果是 不好睡 因為這麼雜的 然後 大學 因為學藝術 一般父母傳統的觀念就是 阿爸也沒頭髮 你知道嗎 不知道要怎麼走 會像放骨那樣 所以 我爸媽希望 希望我可以走教書這條路 所以 我只好就照我爸的方向走 我去念了師範學院 但是我一心想要念的是藝術學院 那怎麼辦 那 對 因為我愛念書 所以 我只考得到嘉義師院 很鄉下 然後我也很用力地把它當藝術學院來念 所以 我試著讓自己不要像一方師院的學生 我要像藝術學院的學生一樣專業 所以我搞 我認為是藝術的藝術 我什麼都玩 而且 到現在我覺得 學了很多專業的知識之後 我反而不像那時候那麼的敢玩 我不說我在搞創作 是在玩 因為真的很不專業 所以我不只是形式上很愛玩 就是連就是 就是 甚至於走到街上去 因為我很喜歡台灣的傳統文化 所以 雖然我不是真的八家將 但是我假裝我是八家將也可以 所以你看 所以還有可口可樂跟 因為 而且那時候還真的很怕被鬼上身 所以 請 請同學 很會寫書法的同學 寫金乾淨在身上 然後 我是第一個 那時候真的 因為我這個角色叫實藝 那時候做的時候真的怕怕 因為 真的很怕那些東西 因為這個角色就是 幫那些 那些抓鬼的那些將兵 拿那些工具的 所以我覺得大學念得很開心 然後 同時 我很喜歡街頭藝術 也很喜歡傳統的國畫 我喜歡很舊 也喜歡很新 所以 當初 我從高中一直到大學 一直都有在學國畫 然後 國畫的美學涵養 到現在對我影響很深 雖然我創作形式不再是國畫 但是是有影響的 甚至於 我喜歡老東西 因為在鄉下 我可以撿到很多老東西 我從大二的時候 撿到一個黑松的汽水箱開始 我愛上了老東西 所以玩老機車 甚至於懶頭髮 為什麼要懶頭髮 因為 快畢業了 你以後就要當老師了 當老師就不能這樣搞了 所以 我比一般的實驗生 我比一般的實驗生更用力去亂搞 因為 感覺快沒機會玩了 所以 去穿耳洞 什麼都來 後來 就像大家一樣 因為 真的很像自約 因為那個年代 就是畢業 不教書 沒有什麼 這很奇怪 所以畢業後 當然就是乖乖的去教書 但是呢 因為是菜鳥 菜鳥就是要代班 我還是想辦法把我自己幫 弄得像美術班 所以這是我的教室 我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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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像是 官司不夠懶 是沒有框架的 所以你看 整個塗到 那框架之外 我想要讓小朋友知道說 這些老師不一樣 然後 像我還有 做一個 一模一樣的油桶 所以有情書還是有秘密 可以跟我講 可以寄給我 然後這個 這個有梗 這個旁邊這個是我的辦公桌 因為那時候去上課的時候 會覺得很奇怪 這些小孩子 下課都喜歡圍在辦公桌 就一直看你 看你改作業 然後我就想像 從外面的人這樣子看 我的教室 那個畫面會很有趣 所以我把我辦公桌弄得像是 賣那個小 章魚小丸子的那個 所以 那個畫面就像是 下課時小朋友會來 我的路邊攤買東西 所以 這個畫面就變得 make sense 就很有趣 然後 甚至於我可以做一些 我一個人沒有辦法做 是比如說 學校有一個很大的馬路 我一直幻想著 要把它 弄個街頭大塗鴉這樣 所以我就叫全年級的老師說 把美术課 美朗課弄同一堂課 然後跟總務處 調一些粉筆 就搞了集體創作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棒 然後 我可以從小朋友的身上 可以學到很多 因為他們很真誠 比如說像我這堂課 這堂課是母親節快到了 然後就我小時候 今天是母親節到 都要畫媽媽 問題是 就兒童發展理論來說 那個肌肉 沒有辦法達到說 看什麼像什麼 小朋友畫不像死 會挫敗 那個挫敗不好 所以我不會讓他們感覺挫敗 把題目調整一下 題目叫媽媽像什麼 母親節像這個 她家是麵攤 工作很辛苦 媽媽像個機器人 媽媽喜歡煮好吃的東西 所以媽媽像烤箱 媽媽每天早上會叫她起床 媽媽像鬧鐘 這個很感人 媽媽像月亮 是因為媽媽每天工作很晚才回家 所以那感覺就是像月亮一樣 很晚才會出現 所以 然後在交出的時候 一定會常常講故事嘛 然後這故事應該很多人有聽過 是砍柴的故事 我特別喜歡它 因為它適合小孩也適合大人 甚至於影響我自己之後的日子 這故事就是 一個年輕人跟一些老人在砍柴 常常砍柴 然後老人 年輕人工作非常認真 拼命地砍柴 可是怎麼砍呢 都沒有老人砍得快 而且老人不只快就算了 而且還會休息 聊天泡茶 年輕人都不休息 一直砍 然後砍到後來 年輕人也去休息了 後來發現 這些老人真的是非常狡猾 沒有啦 這些老人真的是很愜意 就是在休息的時候 一邊喝茶 一邊在那邊磨刀子 所以這故事的重點就是 方法很重要 你不能就是埋頭苦幹 沒有方法 也不知道準備 所以這是個梗 這個就是之後影響我 因為你在講故事給小朋友聽的時候 你本身也是在學習 也會去思考 所以我就跑去當兵了 後來 當兵的話 日子很無聊 我是個廚房的火尾 就是我買吃的 我用吃的 然後這個環境非常的 真的很無聊 但是我繼續創作 我把他當義工隊來當 像是這個就是 因為當兵你不能選自己的工作 然後這個學弟他不會煮菜 但是卻要來廚房 所以他很掙扎 然後沒有心在我們廚房 然後這個是很幸運的 我有被兵變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聖誕節 然後就覺得自己的朝一 就是聖誕節周圍的弟兄很關懷 那是很溫暖的 可是我一直逃不出來 然後這是退伍前十天 我有種奔放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我要支援駕駛 我是個駕駛兵 所以我可能要等長官回來 然後我就會記錄在無聊的 因為我很怕無聊 所以甚至於我連搭地鐵 搭捷運的時候 在南京東路站的廁所 我也是記錄一下我眼前的樣子 然後當兵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收駕 收駕又跟你朋友吵架 那就變這個畫面 就是壓力很大 所以基本上 創作是一直持續存在的 然後退伍是一個關鍵的時候 然後在教書的時候 我常常跟小朋友說 你要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然後其實那時候自己還年輕嘛 還是一個夢想 大於現實的那個年紀 所以我會跟自己說 看著大家這樣子 大家都充滿希望的小孩子嘛 那我自己呢 我可以想像 我可以看得到如果我教書的話 五年後 十年後都一樣 我的人生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當兵站照至少要三個小時 所以站在那邊沒事做嘛 一直在想自己的未來 後來想一想就是 決定還是出國好了 因為你說教書 父母關心的是什麼 其實父母關心的是 就是穩定的工作 穩定的收入 寒暑假是8% 但是教過書的是我 不是他們 所以我知道 教書真的是良心事業 就是你教的不是說 會要達成就好啊 因為小孩子的性格 那個時間養成的 所以如果我的熱情不在教書 而是在創作的話 那我應該是走這一條路 所以這個關鍵點 我就飛到倫敦去了 然後倫敦因為 像我說的 我非常非常喜歡老東西 所以倫敦是個又老又新的都市 我剛到那邊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我忙著把那邊的老東西 全部搬回家 然後 結果我收集一些很多老東西啊 像硬食的椅子也在 然後就是 這是我的嗜好 那同時也會反映在我的創作上面 然後我發現 其實品味這東西不能用買的 然後剛去的時候 我第一年是念的是平面設計 然後念完那一年 我發現 有興趣的東西不見得適合你 所以我又調整了一下 我又回來畫圖了 然後當初的畫圖是 看到美好的東西 你直接把它畫出來 看到喜歡的老車畫老車 看到小車畫小車 就是這樣子 後來呢 因為我念的是平面設計 所以我後來就是去找一個 超阿切的教授 就是我很有自信的 拿了我的Sketchbook 就是去問他 給我一些意見 然後這個問題來了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對很多台灣學創作人 都會有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腳真的很好 我可以把圖畫得很漂亮 但是那個老師看完之後 他就說 欸 我你是要說什麼 就是 但是 我不知道我要傳達什麼啊 我沒有東西可以講啊 所以那個點之後 我開始試著講故事 比如說有一次我吃完 英國最有名的炸魚薯條故事之後 我開始覺得 嗯 自己在英國的一個異鄉人的經驗 感覺自己的身份很低 像這些小薯條一樣 所以我用小薯條去講一些故事 小薯條故事 但今天不是來講故事 所以跳得很快 但是這個之後馬上的 我發現講故事一定要用繪本嗎 我覺得這樣子的形式 太一般 大家都這樣做 我不想跟大家一樣 所以我重新思考過 所以後來 重新思考 我發現我其實要表達的是 倫敦的那個冷漠 給我的感受 所以我發現其實倫敦 那種你會覺得很歡樂的感覺 那是給觀光客看的 但以我的身份 我是在那邊住在那邊 所以我的感覺是 他們是很冷漠的 然後我發現倫敦地鐵是全世界最無聊的地方 因為歐密碼 但是有一個事情是有趣的 就是倫敦是個很國際的都市 你可以看很多不一樣的人 所以你可以去觀察 所以到後來我就做出了這個系列 就是我所觀察到的那些倫敦人 我用一堆堆的人去講的故事 然後這個動畫麻煩播一下 謝謝 我用了30天的時間去記錄了將近快3000顆的面孔 然後這是我創作的方式 我就是一開始有一半是自己畫的 有一半是觀察來 就是像這樣子 你去外面觀察 然後你會記住 然後最後再去recreate 就是再重新創造 然後做這個東西 給我的感想就是 人的想像是有限的 就是我大概畫了1000 大概200顆 我自己想像的點之後 再也擠不出東西了 你必須要走出去觀察 你必須要出去去寫聲 大概是這樣 先這樣 因為時間不夠 不好意思 對 接下來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去呈現 用一面牆講一個故事 講一個感覺 然後在這樣的project之後 我發現到我這輩子畫了很多東西 可是我沒有注意過人的背後 那種感覺真的很怪異 因為這隻頭 是一直都存在的 可是為什麼我看不到 所以其實我有興趣的東西 不是頭背後 而是為什麼我會這樣 為什麼我會被制約 為什麼我看不見 所以我就開始了 這一個project 然後在這個時候 嗯 開始執行的時候 因為你會花很多時間在手上面 你會去質疑說畫圖的必要性 然後你也同時發現 boring is interesting 就是很多東西你覺得它無聊的時候 它可以是非常有趣的 原因在於 當你覺得它無聊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要去嘗試它 所以如果你強迫自己去面對 去玩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是新的 它是很fresh的 因為你從來沒有試過 所以我的狀況就 狀況就大概是這樣子 而且這個做起來真的是還蠻痛苦的 那個過程 所以後來我拍照 甚至於跟我的同學 用攝影的方式去呈現 這樣同樣的主題 像這個人 他是個演員 他看我們在樓下拍照 他說我也要 所以我們就拍他一下 就是整個過程很有趣 然後最後影片 謝謝 在做這個時候 因為畫圖的時候 你會一直觀照的是這個主題 當你變成攝影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頭一轉向 這個原本的主題的東西 會變成吃藥的 所以我們每次在拍片的時候 注意的都是先挑好背景 再把人放進去 人已經很明顯地就變吃藥了 然後我同時也發現到 很多事物的本質都被 可以藏匿在背後 就像是 人 你看人的時候 你看正面 你很容易會被 他的五官美醜給影響 你沒有辦法真的看到裡面 但是當你看背後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才會真的去思考 東西的本質 好 謝謝 還沒 我還沒講完 我是說 這個謝謝 不好意思 後來 圖外畫 拍照 然後一直是不一樣的方式去呈現 一下子 用照片 然後一下子又畫圖 後來又是把照片跟圖結合 然後 甚至說把照片貼金箔 或者是再用手工處理 然後最後我在英國辦了這個展覽 影片 謝謝 後來在理髮廳展覽 因為就像我說的 我很喜歡街頭藝術 然後我覺得街頭藝術在呈現東西的時候 它是一種很主動的 就不會像說一般藝人 你一般畫人 你必須要跑去美術館 你才可以看作品 而是它進入到一個社區 所以我的概念也是 找一個我喜歡的理髮廳 然後把作品就在那邊呈現出來 過去我可能從平面開始講故事 就是後來用一面牆 到最後我想的是用一個 一個立體的氛圍去講一個故事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然後 只有一分鐘 就這樣子 這個其實在我網站上可以看到 然後最後 最後呈現就是像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 我蠻喜歡它那個氛圍的 然後最後講這個project就是 做了這個頭背後的 的主題之後 我開始看世界的角度變多了 所以這個是我 一直都想要做的一個事情 就是做一本書 但是像是 可能是我30歲的夢想 可是我沒有實現過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 就是我後來覺得 與其做一本書 不如說做一本好書 但是我覺得還沒準備好 所以我這本書是很實驗性的 它實驗在它沒有文字 然後它實驗在 它手工的部分很少 它唯一的一句話就是 我會花去三分之一的時間睡覺 所以我是用睡覺這個主題 來講我自己的故事 然後它特別在它沒有主角 所以它是完全是用 用東西之間的關聯訊 的關係去講故事 比如說這個講的可能是我國中的時期 國中的時期是很不快樂的 因為要看很多書 所以書桌特別的大 然後窗戶感覺是不自由的 然後拖鞋勺 這是你想逃 你逃不掉的 然後每一個時期 都有每一個時期的色彩 比如說這個是爸爸跟我的關係 可能就是爸爸比較嚴肅 但是他還是會把你的 把他的關懷跟溫暖都給你 然後你熱戀的時候 有沒有 熱戀的時候就是熱線嘛 然後跟朋友在一起的關係啊 用色彩去表達感覺 因為過去老師會覺得 我花太多時間在手上面 而不是在頭腦跟心上面 所以這本書給我的幫助很多 雖然它不是最好看的 但是就觀念上它是很新的 比如說這是在當兵的時候 軍中就是什麼樣的地方 就是莫名其妙拖鞋 還是牙膏也不見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到了英國 不是拖鞋太大 就是那個房間太小 然後這是我想像的未來 就是跟老婆可能就是比較 上爭的感覺 然後這是我期許的未來 因為第一張是只有沒有拖鞋 然後這一張是我期許說 我可以花更多時間 跟我的老婆陪伴我的小孩 因為我覺得小時候 父母比較少關懷 所以我不是那麼有自信 所以我期望長大 自己有了家庭之後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今天想要講的 就是夢想大家都會說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夢想這東西為什麼叫夢想 就是因為它有難度 它不是一觸可及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常常 大家除了講完夢想之後 你沒有想到一個就是 有沒有給自己時間去達到這個夢想 像我的人生的話 我覺得我三分之一的人生 都躲在旁邊磨刀子 所以如果在下的各位 覺得自己木頭 看得不是很順的時候 可以停下來思考一下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